大家好 今天是5月18日 今天市道比較好些 升的板塊是比較多的 大家看看 然後下跌的板塊是哪些呢 就是半導體 農產品、零售、紙和這些 大家看看半導體這方面 很多人都認為現在是芯片方 所以這些半導體應該都好 其實我們應該看看這個問題